這首記憶是導演庫民院第三部的紀錄片 他用一年的時間拜訪金門當地百年老店 在地輸了學家跟老大人 也帶我們頭過亞雄 看到金門背後的歷書美路 金門這座中面積 不到150平方公里的多數 在青年平衛院努力打拚之下 將會怕出一條怎麼不一樣的路 對著導演庫民院的時侯 讓這回來試試看 這個牌坊是我對金門懷念最多的地方 17歲那一年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爬上櫻架 撤回這個牌坊上的每一個勾建 30年後的就地重游 我依然看到金門人對傳統的堅持 這間私房下的美食才剛開門 老闆就豎起了本日售碗的招牌 這個很有個性的李老闆 讓我很感興趣 他是金門推薦美食的第一家 也是顧客投訴最多的店家 採訪那一天 我站在店門口 從開店開始 陪在他煮了一碗又一碗的粥 我這才了解他的堅持 了解顧客抱怨的原因 就這 rod depend 訪貨買粥要等一個小時以吼 不好意思吼 要等一個小時以後 一定要塗 你要不要坐 沒的 成形 沒有 我有考上復興的沒關係 但是我沒有那個緣分去年 因為我們親戚問我說 你去台湾你妈怎么办呢 所以我人生过了大半百 人生近半百 其实我从来没有照着我的 人生意愿去做生 其实 现在就是我的心愿就是把他安放到他 百年之后 至于我过得快不快乐 那其实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客人订单再多我还是要坚持一碗一碗 慢慢的煮 我不会因为觉得能很多我就随便给他煮一煮 因为每个人给你的钱是一样的 然后 当然料或许认识的我会多加给他吃 那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 一碗粥 看尽人生百态 所以就是真的每天又随缘 就是一种 看开放下 是 就是那个自怀很多 让你从每个人不同的那个人生观 跟他们的一来一往的对谈 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人生经验 都重新讲一次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做大字报把它写一写 然后你为什么不那一个 那个英格那一些游戏规则在那边让他们看 在门口看 我说人家来我们基本上礼貌上跟他打个招呼 至于他要不要我就觉得买卖不成的意在 就算我卖不成你 你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一样跟你说声谢谢 他如果要的话他都会前一天跟我说老孙子 我命你热卖九天的团 因为他在沙美当派出所所长嘛 然后八点弄一弄下来大概 来我这一边弄一弄大概就做九点的船 然后回去看他爸爸 也不是说为了想吃的人煮这一碗粥啊 但是味道传统的味道它是不会变的 收集粥迷让我看到金门语言箱的价值 一个警察赶着船班送给老爸爸的一碗粥 一个阿嬷又带回台湾给孙子吃的试面 一个金门人为了一元相仇 当天大吉来回和一碗粥的感动 这碗五千元的粥充满了故乡的味道 在这个私房下的小店 我看到了金门的价值 因为坚持 因为孝顺已传承 那一碗等待一小时才入口的粥 其实浓缩了金门的故事 与味道 熬煮与等待 创新与坚持 绝对值得 看过漫天飞舞的炉池 看过能占遗址的秘境 看到用心保存的闽南建筑 闭上眼睛 脑海中一直回荡着舞蹈前辈的努力 金门的发展 其实就是台湾未来的缩影 年轻力量的传承 才是幸福未来的关键 只要有心 金门的未来 等你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